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扎那个储红素就可以补血 只要指针数据下降就觉得没劲 扎了补血针储红素后就觉得有劲了 想听老师的解释 这个补血针还是从火下水 那你因没有改变 也就是你的体伤还有热能不足没有改善 那这个病就会反反处复 那如果没有补血针 你就会感觉好像体力很差 有补一下你又觉得很好 但时间一过了 只要一段时间你又不舒服 那原始点有没有 体力不行当然有 就是要靠自己锻炼 然后补充内外热源 但因为这个洗肾 已经长时间的 因为透析这个过程中 其实都是消耗热 要补充回来很难 我只能说比别人更困难一点 但既然你问我有没有方法 当然还是有 但是方法还是我说的 先有体伤的把它按开 但一定要补充内外热源 包括寒姜粉泥啊 温敷啊这一些 应该对你会有帮助 我就回答到这里 好像这些洗肾的 我之前有讲过 旧金山也有做一个案例 就是他已经西医确定说要洗肾 但最后经大家的努力 结果整个身体都回到健康 但只要一经过洗肾 透析这些处理了之后 那机能下降 你以后再用原始点 要把它不靠洗肾 要把它完全恢复 确实很难 所以在进行透析之前 我认为一定要三思 这才是根本原因 他既然洗肾了之后 要把它补回来或是怎么样 那个都是有一点亡羊补牢 但是很难 就是会费很大的劲 好我就回答这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